素玉被怪病折磨一声,火化后才知道,原来是这个东西作祟。 在开国将帅中,林彪与素玉的大名,可谓尽人皆知,颇有当年扶龙奉处,两人得一,可安天下的风采。 而且,两人缓诸有头疼的怪病,疼起来时,林彪得用毛巾使劲揉,素玉则是用冷水冲头来缓解。 林彪的头疼原因众所周知,是因抗战时期被阎西山的兵雾伤所致,而素玉的头疼原因,则是知道他去世后才知道。 当年,毛主席决定抗美元潮时,首选素玉挂帅,可素玉正头疼得厉害,稍微一碰就跟挣扎一样,而且还不能左右摆动,连吃饭都必须要把饭菜摆在一条直线上。 毛主席得之后,只好另找人选,并把素玉送到苏联治病,但可惜的是,在苏联也没查出来病因。 此后,素玉的头疼病时好时坏,只要工作一忙,就会头疼欲裂。 他的秘书居开回忆说,乡君头疼之时,头发都不能碰,也不能去摸,一摸,就像针扎一般,他的脸老是通红通红的,经常说脑袋发胀。 素玉的夫人楚清也心疼地说,头痛头疼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素玉,给他带来了无比的痛苦,平常疼得受不了,他就用凉水冲头,或者在头上带剑脑气,缓解疼痛。 我们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,既着急,又没办法。 至于素玉头疼的原因,迟到的去世后人们才发现,那是1984年2月5日,一代战神素玉与世长辞,家人把他的遗体火化后, 竟然在骨灰里发现了三块蛋片,一块黄豆大小,另外两块绿豆大小。 人们这才知道,原来折磨素玉大半生的头疼病,竟然是因为这三块蛋片,至于这三块蛋片的由来,则要追溯到1930年2月。 当时,素玉是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,在率军参加水南战役时,迪金的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,让他当场倒地。 在后方医院,素玉住了三个月,但因简陋的医疗条件,医生也没有发现,留在他脑袋里的三块蛋片。 从此,这三块蛋片,就跟着素玉南征北战,折磨了他大半生。 楚清得知真相后,感慨地说,如果这三块蛋片,是素玉在水南战役中富商留下的,算起来在他头颅里54年了,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,他在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。 至于这三块蛋片,素玉的长子素荣生说,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,除了这三块从骨灰里筛出的蛋片,我们把最大的一片捐给了国家,剩下的两小块,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传家宝。 素玉一生长于航武,而短于文采,但长期受陈老总的熏陶,也写过几首小诗,比如这首《老兵乐》。 半使生涯戎马间,争其孔总未下安,爆炸轰鸣如鸡鼓,枪弹呼啸若勤弹,这首诗虽然语句通俗,但气势不凡,颇有心气机的风范,当真是老气福利,志在千里。 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 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味历史,Mesh Up的邀请吧。